2021年1月5號是喬治亞州參議員決勝選舉 結果將決定未來兩年 美國聯邦參議院控制權的關鍵一戰 12月5號 美國總統川普出席喬治亞州 參加大型集會演說 這也是從大選過後 川普總統第一場戶外集會演說 大批民眾來到集會外的廣場 等著排隊進入會場 從賓州來的Kyle Toffy表示 他和60幾個賓州人一起過來為川普加油 因為現在是美國歷史上至關重要的時刻 在其他國家的選票不太重要 而在這裡他們應該要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能讓 基本的共產黨, socialists, and the Democrats 要取得我們的選票 一旦事情變成共產黨 就覺得很容易進入共產黨和共產黨 但是很難回到那裡 所以我們真的想要人們明白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 12月3號下午 在美國喬治亞州參院司法委員會舉行的 選舉舞弊聽證會上 證人一個接一個說明 他們如何透過一系列的細節 質疑這次選舉不安全 喬治亞州居民認為 關於選舉和選舉欺詐等相關問題 應該百分之百的徹查 這種聲音不該被掩蓋 我們有所謂的權利和能力 我們有所謂的權利和能力 告訴我們的代表 我們選舉了他們 他們服務我們 我們不服務他們 美國大選尚未塵埃落定 喬治亞州州務卿就下令清除引起高度爭議的Dominion投票機數據 引起民眾強烈反彈 一位喬州的民眾說 在五個搖擺州同一時間中斷計票系統 之後喬拜登的票數瞬間飆升 這看起來像事先協調好的一樣 他認為郵寄選票存在舞弊 對於喬治亞州州長的不作為 他們必須站出來捍衛真相 他們要的只是一場誠信選舉 晚上七點左右 川普總統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抵達現場 集會現場人聲鼎沸 民眾高喊為川普而戰 川普總統以我們絕不投降 我們必定勝利 回應熱情的選民 我們未必尽來的 總統和一位這樣 總統和一位之間的 我們同時 我們將會回歸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攻勢 我們將會回歸 和破壞 阿扇 美國的 destiny 已經開始了 我們不扭著 我們不破壞 我們不承諾 我們不會再次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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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是美國 而我們的心 是紅、白、白、白 川普總統這次是為喬著共和黨參議員 大衛、珀杜和凱莉·洛夫勒連任助選 確保兩個席位也是阻擋民主黨左派議程的最後防線 川普指出 左派不只要推行社會主義 還會向共產主義演變 他強調 必須守護美國的傳統 不能讓左派的圖謀得逞 在此為了解多派的圖謀 要用這張圖謀的圖謀 不然是個羊是散步的圖謀 這張圖謀的圖謀 無法被偶射 成功的圖謀 無法被偶射 了解多派議程 在此為了解多派議程 那張圖謀的圖謀